好,各位同學大家好,又來到我們中一級的中史科系列 上次跟大家講了東漢初年的政局,包括了光武帝 亦都可能有一些明章之字,如果你沒有記憶的話 麻煩大家就看回我之前那段片,看到那段片都有一定的數字 對小弟是非常鼓舞的,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接下來我們也會跟大家講一下東漢式環 東漢式環其實是在我們書的頁數,其實是由118頁開始的 我們今天也會藉著這段片跟大家講完整個東漢式環的政治 同學們記住,綠色作業是要做的,是第14頁 其實我在放新年假之前就已經叫大家做了 未做的就好做了,知道嗎? 好了,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看回我們書的118頁 綠幻雙真 其實呢,我們講到綠幻雙真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了解綠和幻是什麼 如果大家深水清的話,綠就是外綠 什麼是外綠呢?簡單來說呢,其實你用回你自己的家做例子 就是你媽媽那邊的家人 那些就叫外綠了 如果你媽媽和你爸爸不是同一個姓氏的話 反過來來說,不是和你姓氏的親戚就是外綠了 基本上,至於玩呢,更簡單 玩呢,相信很多同學都很喜歡留意的 因為他們是一群男人 但是他們呢,就是一群...也叫做男人 不過有些東西沒有了,大家明白的,對不對? 所以呢,其實我們都會留意 其實在他們的綠幻雙真裡面,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多事情 那我們先看看 當西漢的時候呢,其實要回到漢武帝的時候 漢武帝其實就設立了一件事叫做內朝 那內朝的構造是什麼呢? 你看到,皇帝呢,其實已經是中央集權的了 所以其實呢,他的權力都在他那裡 而內朝的職責呢,就是協助君主去處理他的政務 而其實呢,他的目的就是想削弱了三公的權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三公 三公其實是在秦朝的時候,有印象的話 就是這個太衛 所以他也有印象三公 他也有印象三公 但是呢,其實到了東漢的時候 甚至西漢的時候呢,其實名字已經不同了 甚至呢,我們如果看回東漢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變成了這個大司馬 大司徒 和大司空 大家都可以不妨留意一下 那當這些外朝的時候呢,其實他們本身是掌管著軍事、政務、監察等等 但是呢,現在有上書這個身份的時候呢,於是直屬皇帝的 所以其實都搶了一些職責去做 所以令到他們呢,外朝之間的權力呢,就削弱了 其實本身也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呢,如果到了西漢末年的時候呢,黃網就曾經做過大司馬這個職位 所以呢,令到光武帝去做皇帝的時候呢 就鑑於這件事呢,他就要再進一步去加強他的王權 那麼呢,接著之後呢,到了東漢的時候呢 光武帝就擴大了他內朝的組織 就叫做上書台 那麼這個上書台呢,就成為了皇帝法號司令的執行機構 那麼反過來,令到外朝的官員呢 就難以去掌管權力了 那麼聽起來呢,其實就好像彌補了皇網當時的情況 但是呢,其實當時的東漢都面對著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一看一看什麼問題 由於當時呢,皇帝很年輕,就做皇帝 基本上呢,那個年紀其實在... 即是你們現在就十二、三歲了 基本上可能是小過你們就做皇帝了 那麼通常的時候呢,由於爸爸就很早死了 所以就要靠媽媽呢,就要看著他們 那麼你看回阿堯 他就說,皇帝你年紀還小 暫時又沒有後臨朝聽證 那麼他都說是母後一句 但是呢,由於當時皇后在深宮 不能夠這麼輕易跟一些大臣去接近 所以他就找回他的兄弟子侄來幫忙 那麼所以呢,你就看到了 右手邊的樣子就是當時的外戚 OK? 外戚取得了政權 而基於這件事呢,是因為皇帝很小 因為爸爸早死,他就繼承了皇位 令到外戚有機可乘,就得到這個權力了 而皇帝長大了之後呢 其實他 其實是被外戚控制的 所以他就很想拿回一些權力 那麼我們可以看回你本書的119頁 其實皇帝長大了之後呢,非常之不滿 由於他平時 其實很少跟大臣是很親密的 因為根據之前光武帝的制度之下呢 其實他們可能自己跟上書台的官員來處理 而跟大臣呢,就沒有這麼緊密 所以其實他身邊呢 他什麼人是最信任的呢 就是平時照顧他的宦官 那所以呢,他就找一些宦官幫忙 然後呢,就成功可以拿回他的權力 那所以呢,去到大家看到的圖 那麼當宦官給了一個辦法 皇帝去諸除外戚之後 宦官就取得政權 但是,最特別的情況就是 這個範圍大家一定要留意或者截圖 因為皇帝早死 然後一個很小的皇帝就做皇帝 然後呢,媽媽就看著他 而媽媽由於他沒有能力去處理政事 就找他的兄弟子侄 即是外戚幫忙 那外戚濫權到一定時間了 如果皇帝長大了之後 又拿回權力 然後剷除外戚 然後就到宦官去專權 不過,如果大家有留意這本書的話 看回你本書的116頁 其實116頁可以告訴你 基本上呢 其實從和帝開始到憲帝 你看到一些東漢皇帝的年寿 平均年寿大約是22歲 沒錯,是22歲 甚至你看到皇帝是職位年寿一 在衛年寿一 皇帝年寿一 可以告訴你 有些皇帝做了幾天 死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由於皇帝很早死 所以就令到這個緻環 就是保持著大家爭鬥 而其實保持著爭鬥 其實對整個皇朝都有很大的影響 OK? 所以你看到 這個交替的專權 導致了東漢其實都開始走向一個衰落的地步 而無論是外戚還是宦官專權 其實兩者都非常想確立自己的勢力 所以貪污舞弊這些情況就一直出現 OK? 所以你也可以用螢光筆 降下你本書 就是一百二十頁的第三項 就是外戚、宦官互相排斥 交替專權反覆地循環下去 甚至下面 下一點 無論雙方何者掌權 皆任人為親 黨與爪牙和子弟奔下遍佈周郡 侵寧百姓 導致政治腐敗、經濟崩潰和社會動蕩不安 所以你想想 搞這麼多事情 為甚麼呢? 所以呢 例如你看到 這幅圖 就是關於拔戶將軍梁琦 其實這個故事 你可以看回你本書第一百一十九頁 這裡就不特別說了 而可以從這幅圖 你也可以看到 其實無論是哪個掌權 對落的 都要討好他 所以其實 都令到當時的政治非常之腐敗 好了 講完了這個斥環雙真 我們就要接下去 講斥環雙真造成的影響 我們就去這個黨固之禍 一百二十三頁 當時其實黨固之禍 其實我們可以看回 從一個發生背景開始 那 如果你有看我上一段影片 其實我有講過 當時光武帝提倡了幾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提倡這個氣節 和輕辦太行 還有他有禮代一些 在皇旺當皇帝的時候 不去幫他做官的人 那其實呢 令到當時的一些讀書人 是很有志氣 簡單來說他們很有骨氣 所以就令到他們很多時候 他們就會敢於對自己一些朝廷裏面的事情 去批評 或者是一些議論 所以其實這件事 其實就是一些關於輿論 就是一些可能 例如政府有些事情做了 然後呢 可能對落的人 就提出一些意見 一些評論 但是 你看回 就是 當時那些宦官 那些人很小氣 所以就令到當時很多人 就很不滿 大家可以用螢光筆減低 就是123頁的第三項 外式宦官交替弄權 而宦官尤其橫行不法 賣官受賄 任人為親 這些全部都引起了 正直的官員 和太學生去不滿 由於他們大肆評擊宦官 亦都激怒了那些宦官 所以呢 這個就叫做黨固之王 因為這件事呢 很多一些讀書人呢 就是被人 捉了去坐牢 甚至是處死 那麼 你可以看到了 換帝的時候 特別有這三個人 特別要記住他們的名字 首先有個太學生叫郭泰 有兩個大臣呢 就叫做李英 以及陳凡 那麼李英陳凡呢 其實他們就是 就是跟三個人一起合作 那就是 導致了 當時的宦官就冤枉他們 結黨刑屍 那麼呢 令到他們就被人捉了去坐牢 這件事 是第一次的黨固 那麼我們呢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是溫書或者其他 記住要看些什麼 例如看時間 例如是還帝的時候 第一次黨固是在還帝的時候 記住是還帝 不是癢 麻煩 另外呢 人名 陳凡 郭泰 李英 大家都一定要記住 那因為呢 這幾個主角呢 其實他們都會繼續 在黨固之禍裡面 擔當於很關鍵的角色 那麼後來 他們就被人 誣摟他們 結黨刑屍 所以呢 就 搞到他們就被人坐牢 那麼 後來 這個竇帽呢 就出來幫拖了 竇帽就說 其實他們不是惡意批評的 而最後緩帝就決定 就赦免他們 但是呢 就要令到他們是終身不能夠做官 這件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懲罰 你想想 就說了 以前的讀書人 其實讀這麼多年 目標就是為了考取功名 那 就是能夠為朝廷效力 那你現在跟他們說 那 我就可以赦免你 但不讓你做官 整件事呢 好像人生就沒有了意義的 所以其實對當時的 理應他們是非常慘的懲罰 那麼 然後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當時的士人呢 你會不會一起評擊橫貫呢 還是大家吃著花生 甚至是吞聲忍氣就算呢 這個其實可以看你自己的想法 好了 去到第二次擋固的時候 我們就留意了 是關於寧帝的時候 而剛剛我們提出的那個竇帽呢 就到他掌權了 他就重新起用了理應陳凡 想著呢 就可以找他們的幫忙 就可以去諸除橫貫 很可惜 正所謂就是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而他們這一群的幻官 就先發制人 令到李英 陳凡 豆母 全部呢 都是死了 而最慘的是什麼呢 就是有六七八人呢 是被牽連處死 甚至禁錮 那 記住啊各位 這一群人呢 是一群的讀書人 是有才能的人 令到 這群人呢 如果他們非死即傷 其實是很大件事 因為沒有人會再敢為朝廷出聲 人才亦都很多人沒有了 所以 朝廷人才凋零 這個是黨固之禍造成最大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 黨內的忠良盡 留下小人當政 其實這件事是加速了東漢的衰亡 所以 其實你看到有戚患雙震 再加上黨固之禍 其實都已經令到東漢都陷入滅亡了 至於究竟 之後發生的黃金之亂 和周末各各又如何呢 我們在這裡休息一會兒 我們在下一段片 再跟大家說 OK 今天就這麼多